佛教在祖国大陆真的绽放开来了 绽放开已经传开来了 这个佛教佛法有多么的重要 我告诉你 人的一辈子如果没有听到佛法 我只能告诉你 这辈子就是白来的 白活的 你活的是从哪里来 不知道 死了往哪里去 也不知道 活了为什么这么烦恼 也不知道 头发慢慢慢慢的变白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不是 你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理想 都有抱负 可是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的抱负是什么 你所有的理想 就算你今天拥有理想 达到理想了 你也是身边的东西 你今天你能够拥有什么 拥有金钱 拥有名利 要不然就干了 拥干了 很大的拥也是五场 所以也是五场 对不对 所以今天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虽然是简单念个三规 你这个佛法有多大你知道吗 他说 在今天里面讲 念三规的规 就是打开你家的金库 金库啊 仓库 这仓库里面都有金银财宝 这样子日以继夜的拿出去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那么经过了几节 供养 福报大为大 但是比不上你归佛 归法 归生 的功德更大 为什么 你那个是物质 你供养修来的福报 会用得完 可是你归佛 归法 归生 所以将来就一定会成佛 这个可不一样 这个是法生贵病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